哈喽,大家好,我是普通灵魂 那么今天要说的英雄就是战争机器人KO KO这英雄,我怎么跟你说呢 这英雄的特色就是一直别的英雄放技能 所以别的英雄越强,KO就越强 而如果别的英雄越弱越废物 那么相比之下KO也会越强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对手越强,KO越强 对手越弱,KO越强 说了这么多什么意思呢 我操你妈啥 先说技能吧 他的一技能就是赛波燃烧弹 丢出后每秒会炸一下,炸四次 持续四秒钟 他的二技能就是闪光弹 这没事好说的,这个真的是传统闪光弹 非常的正宗 他的三技能就是抑制飞镖 对到后使用区的敌人无法使用技能 区域性被迫玩CSGO了随时 而KO大招,则是斗的妈个玩CSGO 那么现在说他一技能吧 200一个的赛波雷 这个技能也是可以高抛低抛的 到地面后不会反弹,会直接炸裂 范围半径近4米吧 跟盖克的6米半径比还是小很多的 不过跟火男的一样,都小小的很可爱 然后刚刚也说了 最后持续4秒,每秒都会炸一下 这技能只有炸的那一瞬间是有伤害的 而他的伤害机制是越往中走,伤害就越高 越往外走,伤害越低 中部最高伤害为炸一下60 外前最低伤害为炸一下35左右 如果对友方的话 那就会降到原来伤害量的三分之一 然后虽然你们看他就强角的时候 反而会延伸到墙上 但其实墙另外一边也会有伤害覆盖的 这个技能有个非常重要的机制要讲 就你表面上看它是个圆 但它实则是个球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Heaven这对个赛玻雷 你会发现下面也会覆盖 就这个特性,直接把这个技能拉高了一个档次 说实话,如果没有这个特性 这类其实强度很低的 因为是立体的嘛 所以你往下丢,它也可以辐射到上面的 这类还有一个玩的小方法吧 就是你在向往后如果打残局了 敌人就在你周围 你感觉你很快就要关账了 小天上来个5秒后的赛玻雷 拜托了5秒后的我的雷 你别说了,这个操作可以拖10秒左右呢 没准你手包时就差这几秒 那一键的刷了,我们再来刷二技能 这250一个可以买两个的闪光弹 这闪光弹就是传统闪光嘛 左键高炮右键低炮 这个是很好理解的 左键高炮时 需要1.5秒爆,可以摆2秒左右 然后右键低炮 仅需1秒爆,可以摆1.2秒左右 高炮一般是辅助队友的 低炮一般是男神自用 自己给自己丢 玩这场你有塞子经验的话 只用塞子经验往里套就好了 有一些区别就是 因为瓦的烟是球烟嘛 使用这个闪的低炮混烟出是很牛逼的 就跟火男闪一样特别难度 低炮的闪最也可以对7密左右吧 如果你要玩能闪同出 要保护好距离的同时 你还得这些闪给后就要再等个0.5秒 不然你对完就很容易被混死 闪的另外一个技巧就是 你可以跟你的赛玻雷打联动 因为你雷对你就三分之一的伤害嘛 所以你不用很畏惧自己雷的 你用雷封王个路口后 对面玩会露出很多timing的 这时候你直接一个低炮踩雷出 卧槽 双杀 三杀 四杀 五杀哥们 就你丢完赏后 你的雷一般就剩一波或两波伤害了 这个时候你顶多持此的伤害 一个人抓三个侧神 优势载握 就你真的不要小看这雷上联动了 这联动我忘了在中低分段 风险小收益特别高 甚至我的高段会 我高段又不玩kill 哎呀 反正要设计游戏 你一定要学会抓timing 没有timing 就自己创造timing 可有二技能说完了 我们再来说它的核心科技 免费的技能抑制飞镖 它丢出后 就形成一个半径15米的球 这个范围是可以穿墙的 飞镖后敌人会被抑制8秒钟 就8秒内你是不能用技能的 即便是放出来的触发技能也会失效 并且隐身的还会显现 但这里注意啊 想让装置失效的前提 是你要标到装置主人 你如果标装置是没用的 然后侦探到人后 你的下面会有抓到了几个人和试锤的信息 但是是没有对面距离位置的信息的 这个技能是可以被一枪打掉的 所以你丢的时候狗一点丢 既然隔墙丢 不要让标标白给了 这个标丢完后等个40秒这些刷新 所以你大可开局来一罚担担信息 你可以A丢一把 B丢一把 前丢一次 后丢一次 开局瞬间丢 开局等个几秒丢 就你不要把把都同个时间丢同个地点 战队真的很呆的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刷KO大招 对方向你提出CSGO对战邀请 它在释放后是以你自己为原型 向外辐射42米的抑制效果 大招持续12秒 每3秒就会发出一道抑制别人4秒的关播 大兰大不仅仅有这个效果 它同时还会给你15%的速度加成 以及10的换弹速度加成 在大期间你如果死亡了 就会重伤倒地 倒地15秒有850的险 但你不能移动也不能转视角 只能看着前方等对我过来拉你 对我拉你是不能动的 并且需要2.5秒左右 在拉的时候你的生命倒计时也会停下的 不过你起来后没有护甲 水量是根据你被拉起时 这850血剩余的百分比来算的 就你850的血如果折戈棒升400多起来的 那你这个时候也一般是50血左右 其实可以有4个技能 我感觉大致最简单的 就它的另外3个技能你别看挺要懂的 但你如果想玩好是很难的 想玩好你得要练很多lightup的 就你要积各种点位 然后还请跟队友交流 这一种排位强度是可以的 我感觉比情络而好 但是其实成本很高 而且你的上学后基本都是帮队友的 能不能玩得舒服地看队友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KO教学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错误的话 遗漏的欢迎评论区补充 下一期应该是借头教学吧 那我们就下一期视频见吧 拜拜 拜拜 东 Josh 甚至是arrass了 优优独播剧场合作 controversy